卡塔斯英雄是不可能買萃取的 他這把帶的是這個 再講到一級啊一級的話你想完成那個操作你就只能 只能只能是往Q閃往後 把握一定的距離這個這個操作我我願稱為惡飛流石頂級操作 好吧 這是要是能完成這個操作的 打了個起跑 還行又被Q了 哎呦好走 这怎么打得过呀 可弹呢 我第一次跟 跟不了他的 我怎么这白刀刷的刀都要没了 闪见一套好像死了 为什么不给我啊 小剑来说拦截更适合武器 光说小剑 但是这把看后期是要这个的 就是看阵容的话是需要海药的 其实这个组合很简单 他敢开那个 打不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不管勾谁都打不了 我那天玩突马卡塞派克我就发现 一拳技能中都打不过 玩锤子 直接等会把那个田狗的粉丝牌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房管下了 阿宝炮车死了 哎 很烦 这里里 那卡莎臂吧 然后我们把这线推了 这样还行 我往远处异了 又往上面异了 他钩子就短了 他这个W还是挺那个的 辅助这波没给我技能 不然泰坦不止掉 在征服者吧 也差不多 其实征服者跟这边就是 都是要需要A出来才厉害 A不出来就 如同一个摆设的 多少个厉害 但是 不急好吧慢慢打 泰坦去中了 泰坦去中了你还想补刀 好打 应该放个盾子 偷了泰坦大吗 他 偷了泰坦大就可以 我真不知道 给我吧要不 说实话 主播刚刚打的中师局 打老鼠也是压这么多刀 打 博金局打老鼠也是压这么多刀 到底是 博金 菜还是 中师菜啊 是 是主播太厉害还是 中师太菜了 这人搞 没搞明白 就把他越了 起跑 下地狱吧 下地狱吧 enemy double kill 下地狱吧 enemy double kill 我 的确喜欢枪杖 哇 越的这么难受 还是越掉了 那条龙越个卡沙止损一下吧 还行 这压锁怎么 5-2呀 那牛啊 有盾吗 盾吗 看看 我想想啊 羊刀的话 做破败吧 还做破败吧 反正羊刀不开了 破败 根本没怎么用感觉 就是如果像我这种英雄的话 这也行吗 不是我AA出去了都 然后那个视野没了 这有点假吧 但是这羊刀的特效 对我来讲没有用 他垂直不看我 没办法推这个塔 老鼠上来A我的话 我就会很难受 所以说这波就找队友好一点 哇不会被换吧 卡沙真英雄是不可能买萃取的 好球啊 哎 他妈那个时候出羊刀的 给我出来了 这东西有什么屌用你告诉我 这牙手不疯枪挡节俭就直接一波炸 这东西有什么屌用 这个我追不上 就打硬斧啊 打硬斧的组合 打软斧有可能 还有一点点可能 移术加了很多 你是人吗 哪来的移术 那移术不是我 打软斧有些组合可能会限 但是打任何硬斧的组合 绝对是暴虑 对面 真的 出海妖会更好一点 我只能说 不然我为什么卡平A呢 因为我之前 他妈都是出的海妖 不过之前那个倒挺好玩 当时不是有bug 海妖可以触发百分之百的 攻击特效 那一会 就 红Q有bug 不是羊刀有bug 红Q有bug 那个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 就是因为蓝7 蓝7虚弱之后 我玩好多英雄都不爱出 蓝7虚弱之前 那不聊 好吧虚弱之前无敌 什么英雄都应该出 哎 这辅助开这个皇冠就去了 他第四枪还是会暴虑的对吧 他第四枪还是会暴虑的对吧 赶紧给我回点蓝啊 赶紧给我回点蓝啊 EZ就是 就是这一个典型的例子 知道吧 一波了呀 一波了呀 不 不 打硬服肯定是卢米比卢娜要好呀 打软斧卢娜比卢米好 打硬服卢米比卢娜好 有点rock 不是这把我会 你觉得我卢前玩的很好吗 兄弟没看到荔枝卡屏 就就就玩的跟狗屎一样 但是这个组合就是无敌 你知道吧